这是一场让世人领教 什么叫一线生机的巅峰一战 解放军的一个步兵连 由于天气加地形的原因 误入了越军主力325碧师 一个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 密集的弹雨 漫天的炮火 以天罗地网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以致排班建制全都被打散 几乎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 面对这种压倒式的突发情况 即便是到了如今 放到任何一支军队能顺利退出 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然而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解放军的五名战士 竟然在不知主力已撤退的情况下 仍孤军奋进 他们以敏捷的身手及灵活的战术 不但吃掉了当面之敌 完成了进攻任务 还打出了一个灵伤亡的奇迹战损笔 那么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又有多经典呢 战士们又是以怎样的战术 突破越军防线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高八岭上看看 广西军区独立第二师的五名狼兵 是如何打出一个不炮协同的突防奇迹吧 前面我们讲到 1979年2月27日 一大早 广西防城县洞中边境就响起了激烈的炮声 攻打高八岭的战斗正式打响 在一阵长达20分钟左右的炮火突击后 解放军的三路大军同时向各自的目标发起猛攻 主攻的三营以破竹之势 趟过戒河扫平路障 直接拿下了前沿的三号高地 当先锋的八连再次向四号高地发起进攻时 高地上竟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火力阻击 原来在进攻发起的前几天 越军的325毕师似乎嗅到了解放军要进攻高八岭的动机 便将麾下的288团与第13侦察大队派上了高八岭 由此这一地区的越军由之前的一个连 直接上升到一个加强团 加上越军的防炮攻势修的比较隐蔽与浓雾的双重影响 刚才的炮火突袭几乎对山顶的越军没产生多大的影响 此时四号高地上最少有一个加强连的越军 加上他们又修建了两道防御阵地与数十个明暗火力点 所以战斗一打响就异常激烈 八连的战士们多次强攻都没能突破 战斗进入了僵持 而在这紧要关头 后面的七连竟然在浓雾中走错了方向 无奈之下 营部只能将错就错 直接让七连绕开四号高地 提前向后方的五号高地发起进攻 接到命令的七连也随即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以副连长邓明胜带领着三排继续向西南迂回穿插 从侧面发起进攻 连主力则由西往东打 可当他们前行至距高地200米远时 不幸被阅军的哨兵发现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子弹从山顶飞泻而来 山头上的树艇德什卡同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战士们只能在乱山丛中寻找掩体 但高处飞来的迫击炮弹几乎让他们无处藏身 浓雾之中全是一道道耀眼的射险 中弹倒地的战友与伤员更是让人不敢直视 七连不光伤亡惨重 而且排班剑制几乎全被打散 当然 负责迂回穿插的三排 也同样没逃过被袭击的命运 但副连长邓明胜 在收拢全排没受伤的四名战士后 还在继续向西南发起穿插 与此同时 后方的团部也截获了一封越军的电报 说高八岭上 有一个连被重创 两个连被包围 这个时候进攻的三营才如梦初醒 高八岭上的越军并不是一个加强连 而是一个加强营 而且五号高地还是越军的营职所在 难怪火力这么猛 无奈之下 营部只能下令七连 先放弃攻打五号高地的计划 向后方围歼四号高地 正当七连的战士们 好不容易撤出越军的火力封锁趋势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五号高地的西南侧 竟然横空升起 一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 也正是这枚信号弹的出现 不光让山头上的越军吓破了它 更让山下的团部又惊又喜 请看下集激战高803迷雾中的灯塔 您哟 您涫 您 中文字幕——YK